Hello,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收看股市变追击,09-07期 恒指一万九千点,守不守得住呢? 我是主角老师,莱Sir 好了,我们今期仍然分为三个部份 第一个部份是今天的一个收盘点评 第二个部份是恒指方面的分析 今天恒指跌穿了一万九千点,后面又起了深 那即将流浪趋势会如何呢? 奇怪,莱Sir会有个同学去分析一下 第三个部份仍然是个股分析 有同学问到 狗毛狗 信誉光学科技 名创优品 和碧桂员服务 这几只个股为何有同学有疑问呢? 同样奇怪,莱Sir会有同学去详细解答 OK 好了,在课堂之前再提醒个位同学 无论现在坐在电脑旁边 再拿着手机 尤其是第一次收看 我最新教学的个位同学 你记得在YouTube的channel 按订阅 订阅之后 再按这个黑色的钟 才能够时刻收得到 我最新教学 好吧 好了,再来我们正题 首先在看今天的做盘 之前 首先回顾我前一两天 即周一和周二 跟大家声的广播提示 星期一的时候 我就跟那一堂提示 当日支持和压力 依然在我们的飘带为主 当日最重要是第3条 有时还有第4条 星期一的时候 我跟大家提示 观察到绿色飘带 有够明显的一个变幅 那名提示 市场加速泰坦 有持续加强的趋势 有同学就觉得 9月会不会 8月后呢 其实我是月初的教学 视频已经跟各位同学讲到 其实9月 和我们8月基本上 是没有什么区别 那当日就是以泰坦为主 那现在飘带 变阔了之后 其实我上个礼拜 即是上月底 之前8月底 我已经提示了各位同学 如果 3日之内 飘带 那我们收市 如果不站身 在这个飘带 这个绿色飘带这里 就放大给大家看 那即将来太淡的机会会加速 我这样跟大家提示 好吧 当时星期二的时候 我之前就有 跟大家提示 观察到 其实当日 9月6号的时候 我们见到 恒指目前是远离飘带 那其实 如果有收蓝帅的广播 就发现这个 飘带呢 其实之前一直 跟大家讲 远离飘带好像 归尼律始终会回归回上去 所以我在这里提示大家 其实 当时 当日 已经破了前低位 19178 19178 我一直提示大家 前低位 不破不辣 这个位置 说明 就 会反弹 而且远离飘带 所以 就跟大家讲 其实 当日的一个下跌空间 有可能 很大 可能不会太多 而且 还有 反弹的迹象 当然 星期二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一时就 跌低 一时就 冲破上去 一时 又跌 一时就升 其实 是一个反弹的迹象 其实9月 我已经和各位同学说到 调整 绝底的机会 是非常 同志 大 这种情况 就说明 做就下一次机会 选择方向 要么 大升 要么大跌 主带每次都 跟大家提示 好吧 当然 我看回 今天的好事情况 今天的早本提示 今天早上8点22分 乃Sir 将港股行情提示 现在已经装作手机办交易系统结果同学 通过提示大家看到 其实 阻力和支持 其实比较少 其实 无非 远离飘大 这个下延边 19,670 这个 会随着我们的时间 演变做演变 当然这一排 之前跟大家分析 是因为中美审界 现在来说消化了这个中美审界的利好消息 现在 又面临吹了向下 当然 目前来说 我们通过特色指标 我们知道 红色 是对月体壳 吹了向上 绿色是对月体壳 吹了向下 红转绿 其实是估出信号 相反 六转号是买日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其实我见到 飘大收窄 不过目前来说 利好消息已经消化了 现在 又继续 太淡 我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已经提示了 如果三月之内 如果 尽不起 在这个飘带 收阳组 基本上太淡机会 是比较大 因为我们见到 飘带 又开始变阔 最加上我们目前提到 今天我提示大家 KTJ这个J的参数值 我知道 大于100 就快速拉升阶段 是吧 快速拉升 就是风险面能 跌穿 如果接近零 跌于零下 超速下跌 就是超跌 超跌是什么意思 快速下跌的阶段 目前跌的话 更加机会 本身就已经今天 在开盘前流 已经接近零 对吧 快速下跌的话 如果最跌的话 就会进入超跌区 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些特色指标 和传统指标的有几下 这是指数方面的提示 个股呢 我依然建议各位和我 减仓或者持续观察为主 千万不要大仓位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资源股为主 包括我在9月的时候 教学视频 跟大家分析整个月的时候 煤炭 煤炭的资源股 因为现在 欧美 被断了气 现在 又拿回传统资源 火力发电 火力发电 煤炭是很大需求的 好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 结合现在的 局势形势和政策 去分析 这些股票升跌的 一个本责 才会比较好 好吧 这个就是今天的早本提示 和大家会回顾的 我们再看看 今天的开市情况 今天 开平是18,915 其实是低去的 因为上过交易的话 其实是19,202 整体来说 是低去低走 因为最终收市 是19,040 14点 整体跌幅 是158点 其实今天 一度跌穿了 19,000点 到18,818 18,818 上一期教学 就是9月3号的教学 教学示范 大家就会很明白的 好吧 现在就如期 按照乃sir的一个 分析 会行 那究竟 这个19,000呢 就是我们今期主题 究竟会不会跌穿呢 现在我们来分析 恒指 我们进行第2个个环节 恒指目前来说 外部环境 并没有什么大消息 按照我们上一期的一个 外围 因数 整体来说 是不好的 因为现在美股 是9月的加息 这个消息 即将来流 影却 所以美股一直跌 我之前跟大家说 上证指数 目前来说 有资金流日 所以 外围因素 已经是不好 那我大分析 两大指数 对于我们的 港股的影响有多大 好吧 那现在我们再看回杜瓊斯指数 杜瓊斯指数 其实目前大家看到没有 从这个高位 8月16号已经跌了多少天 24 6 8 10 12 13 连续跌了13个交易 其实我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跟大家提醒 这个位置周三上个礼拜 同一个时间 当时我跟大家说 就是 上个礼拜三或者四 应该是 会反弹 当然这个位置就反弹起来 力度不是很大 不过超乎了 连续的一个 分析想象 反弹了一天 然后又继续跌 当然通过我们特色指标就已经看到 现在太淡了 向下 估出这个提出的信号 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当然目前来说 究竟杜瓊斯指数还会继续跌 那我去看未来趋势 未来趋势是否要提周线 甚至看月线 对吧 月线来说 目前来说 大家看到 这个月线图 大家可以分析 现在整体外围市场 现在是加息 慢着美股 对吧 那明明整体环境 都是不好的 现在这个票带就收窄 不过目前来说这个 J都是向下 所以目前来说 杜瓊斯指数 看好从中长期来说 是变慢的 好吧 周线图大家看到 周线图 不妨分析 这些技术分析 和特色指标的结合 大色指标大家看到 绿色飘带 依然还是向下 大家看到没有 如果我们看到 未来周线图 向下 那是远离飘带 所以 大概是会在这个 之前的这个位置 可能会止跌 大概应该不会跌穿到 3万 除非我们看到 飘带依然 向下 因为现在目前 前追 是已经 20 所以来说目前 周线图 有可能这个位置 大概30,000点 这个资上 附近 有可能会止跌 那目前 现在是31,100 多 那还有 千多点 目前来说 整体还是向下 一线图 你看 大家看到没有 一线图 大概 30,680 这里应该是个 重大支持 这个是之前 创生的年后 一直未回报 我们去作为一个 重大的支持 不过目前大家看到 这个 最三条线 已经好像交叉 但多数这种交叉 那即将下来 都是反弹 机会比较多 反弹 我依然和大家说 力度没有 很大 因为现在加息 最加上 现在 杜瓊斯指数 美股资金 是整体流出的 所以来说 有可能这个 三条线 可能会 连续地交叉 到 应该是3万点 这里大家作为一个 重要支持 还有3万点 这里大家要分析 所以目前来说 杜瓊斯的整体 还跌比较多的机会 好吧 那我们再看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最近就表现得比较好 不过恒指就没有跟着 我们上证指数 下 因为我们现在从今天 9月5号 星期一 今个星期一 就开始 开始期待 然后拉升 其实跟我们特色指标 去看到 其实上证指数 现在就是整体 资金流入 因为红色对表 资金流入 而且这个 J 就快进入一个 大一 最快 进入100 这样 好吧 所以上证指数 吹晒 是比较好 一点的 向上 那我们再结合 上证指数的周线 和日线 周线月线 可能不要表现得那么好 其实在这个位置 可能是越过低位 周线来说 其实又回回上 这个红色飘带 收阳烛 其实来临门友 我们就提 这个星期收完市 这里有没有收阳烛 收阳烛的话 起码 反弹信号 还是比较明显的 周线图 好吧 日线图来说 现在我们看到 大概这个位置 飘带 六四飘带 3248这个位置 其实在两点 免得压力 当然 能不能上穿 如果上穿的话 上穿了 在这里收阳烛的话 应该是 第2日 第3日 就是 这一日 如果收阳烛 第2日 可能还会高位调整 第3日 才会回落 机会变得多 那星村飘带 和这里飘带里面 如果是收阳烛的用法 它被先穿了 是早一日 一般来说 这个收阳烛 第2日 就会回落 如果穿了飘带 是第3日 才会回落 大家要注意 上证指数 整体来说 我们知道 杜瓊斯指数 最近 还是非常弱 对吧 上证是强的 不过恒指 并没有跟着上证指数 去走 不过 无论如何 趋势 相对比较好 不过可能 低虚 比较多 当然 杜瓊斯指数 目前 可能短期 又会反弹 一点 不过 这个就是 和大家分析 两大指数 整体 还是不好 9月 体坦为主 OK 那 现在体坦当中 有没有机会呢 首先我们分析 指数方面的 杜瓊斯指数 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 大家看到 资金 还是流出 从我之前和大家说 如果绿灯一直 没转红灯 我们就一直要判断 它还是向下 而且飘带 大家看到没有 是不是 飘带 现在从时间方面 菲波纳继数 怎么计算都是 低到 10月上半旬 好吧 而且现在 还是向下 当然 如果从周线图 这个 空间来看 如果最下 一点 那么远来飘带 这些位置 又可能会反弹 所以 它预测到恒生指数 目前命能 不会最暴跌 好像之前 18,275点 这个位置 因为无论从 战争 和热情来说 目前 都看不到 就是说 可以 它会继续跌到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 之前是因为 战争的爆发 以前的突如 暴升 导致了很多 怎么说是 防不胜防 手无措 好像手忙脚乱 一直向下 因为现在疫情 9月虽然说 可能雨沽 要见顶 不过 目前来说 还是慢慢上升 所以现在 向下机会比较多 这个月 战争 僵持 所以说 最加上 杜瓶斯指数的影响 所以来说 偏向下 调整会比较多 不过现在 资金流出 不是太厉害 目前 J 仍然是 少于零 仍然是接近零 广名仍然是 没有进入超跌 所以说 这个位置 注定 调整 这个仍然是 比较大的机会 那我再看回日线图 日线图 目前资金流出 不过资金流出 还没有减速 还没有减速 而且大家看到 今天 创了 破了前低位 之前是 19178 已经破了 好了 那当然 现在创了身高 还产生裂口 裂口 说明弱 不过有个好的 他今天 收了一支羊竹 起来不破不难 我经常跟大家说 创了身低 创了身高 是不是 就会回落 好像之前 11171 就是那个 煤炭股 就是 软矿 下 煤炭 之前有跟我问到 李Sir 你说做煤炭 按这一只 我当时跟他 说的时候 我就说 还有 上升空间 有可能会破顶的机会 比较多 那现在就是 星期一 就破了顶 对吧 那当然目前来说 不破不难 那我们就关注 上方列考 三日之内 能不能够回报 好吧 回报 还会继续上 不回报 继续弱势 因为 因为现在 近日 我们知道 KDJ这个J 是少于年 周线就没有少于零 不过 日线图就已经 超跌 所以这种情况 还是快出下跌的一个阶段 这种情况 现在 究竟今天 就 升上了一万九千点 究竟 会不会继续跌呢 其实呢 九月初的教学视频 如果没有跟踪到的 我还是建议大家 和我 去看这个教学视频 这个就和大家 去讲的九月 整体催散 乃随观点 还是 按照之前 一万九千 到两万点 还是为主 跌破了 肯定就会 带回一万九千点以上 这样 所以可能 这个星期 可能还会 一万九千点 这个上下完拜 为什么呢 因为时间方面 乃随观点 除了之前和大家说的 5号 是不是 13号 12号是中秋节 中秋节假期 还是放逐假 那乃随观点 13号 这个还是重要的时间 还有一个 抽分 23号 大家要注意 这些时间 中秋节 回来的话 13号 基本上很多时候 假日 如果是周六周日 之前的转世日 就提前 如果是 假期的话 就退后 到13号 这样 最加上 13号 按照非波那契索列 这个是转世时间 所以大家要关注 这个时间 还是 假期之后的 这个转世时间 大家要关注 所以来说 推测 本周 这一日 7号 8号 和9号 应该会 19,000 这里 之间 上下横败 机会比较多 因为现在 毕竟仍是进入超跌区 最少于零 好吧 所以大家要注意点 这个情况 过股同学 建议大家 等待 OK 等待的机会 短期 薄过反弹 而且时间 不要太长 当然 做指数同学 我建议仍是 小操作 因为上下横败机会 比较多 好吧 这个是指数方面 指数方面 分析到这里 我们分析个股 九毛九信与光合 明藏优优优优 现在我们打开我们通达信源键 电脑把握 和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 9922 9922 我们先看到 目前来说 首先我们看到 是买卖指标 直观跌 目前估出这里 还没有买日的信号 那名做是 未可以留待 目前来看 大家看到 资金 庄家已经 完全 差不多出货 还有少少 现在这里 J已经接近 少于零 吹势 和资金 虽然说这里有 减速的迹象 资金流 吹势 不过目前来说 向下 看淡 越来越强 飘带 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说 9922 还不可以留待着 我们再看回 走线图 大家看到 资金流出 已经进入超跌 这个飘带是否收窄 美雷吹势 都意味着 我们知道 不可以留待 不要说日线图更加 还会继续跌 好吧 所以说周线日线 大家一定要记住 周线看投资机会 日线看买卖 那即将来2382 上月光头 2382大家看到 都是一样 我先看周线图 周线图来说 其实已经进入了超跌区 而且 超跌区 说明目前有没有机会 应该有机会的 因为超跌区 少于零 超跌就反弹 而且这个飘带 已经收窄了 一线图来看 我们还是看到 是向下 所以目前大家看到 信与光学 其实可能未来 可能会 建大机会 比刚才 比较容易 见到 刚才那只个股 9922 包括目前来说 现在我们等 它转红灯 好吧 转红灯的时候 转红灯的时候 才是机会 目前来说 还是没有机会的 而且现在目前有 有反弹的话 乃水判断 还是 短期 因为现在整体 还是油脂炒作 OK 好了 那我们看 9896 09896 9896是个 新股来说 这个飘带好了 明显如果有装 虎头牛牛的话 飘带新股会比较明显 大家看到 飘带 是不是之前 目前来说 飘带大家看到没有 是变窄的 红色的 港明现在整体来说 是不好 而且大家看到没有 进入超跌 超跌很多时候 很多同学就说 是不是 就开始去反弹 问题 你要知道这个负数 它会迟了几日 一般不会超过 5日连续 这个特残大多数 就像前一阵道庆施 上个礼拜 我就跟大家说 不过目前来说 现在这只股票 都是不好 因为你看 鞋货物持续增加 已经高到控盘了 港明是由 散户 高到鞋货 鞋住 资金就流出 然后趋势向下 所以这只股票 还是不可以做 新股 OK 好了 最一只 碧桂圆服务 6098 6098 6098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几只个个个 各位同学问到的 其实 整体都是不好 现在 碧桂圆服务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可能 短期有个周线 可能有反弹 不过一线图 大家看到有没有买卖点 现在暂时 还没有买卖点 它这里 飘带 最好见到飘带 变粗的时候 蟹货越来越少 即是绿色这个筹码越来越少 的时候 油脂的比例 黄色越来越多 更加好 就有装夹红色筹码越来越 入来的时候 会更加好 好吧 这个就是6098 暂时都还没留 所以这几只个个个同学问到的 其实 现在目前 有日常的机会 可能2382 暂时 比较 明显 其他个个 并没有 明显的跡着 所以这个个个大家 如果有操作的时候 想入的话 大家还是参加 蓝水的一个观点 好吧 那今期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的机会 下期时间 约然是9点到10点 周三 当然这一排 蓝水的一个视频教学 很多时候是上班 下班公司那边 早 可能比较早一点 好像今天 这样 平时 周到周日 基本上 就会比较早一点 周三会比较晚一点 好吧 大家见了 OK 今期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聚会 拜拜 拜拜